连日来,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参选党主席的传言不断。 8日,赖清德终于发文表态,决定参与此次民进党主席补选,并称已向蔡英文报告,将在本周择期前往登记。 台湾联合新闻网则认为,这次九合一选举,民众已经清楚表达立场,如何维持和平的两岸关系绝对是2024年最重要课题。 而自称是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,如果对两岸关系提不出破冰的具体做法,恐怕还是过不了台湾民众这一关。 宣布竞选民进党主席,进而迈向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赖清德,目前面临两大困境。 第一是在党内,党内目前势力依然是最大的蔡英文,与其心结未解。 蔡英文本人绝对拥有阻碍赖清德继续前进的能量。 第二是在党外,那就是赖清德本人的目前的深律色彩过于浓重,以至于很难赢得台湾主流社会的真正认同。 赖清德此前一直宣称自己是所谓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,试图以岛内的深律势力为自己的基本盘。 但这只能保证他是岛内这股极端声音、极端力量的代言人,却很难走出同温层,与台湾真正的逐流民意进行对接。 而处理好两岸关系,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,恰恰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第一要务。 也同样是台湾民众选择相信谁,支持谁,给谁投票的关键所在。 台湾民众特别希望联岸关系能够维持和平发展,能够共享安全和发展红利。 极不乐见因为台独的一味挑衅导致台海局势动荡升级,甚至面临战争的风险。 而这一次九合一选举民党之所以大败,证明台湾民众已经明白了,保台不需要抗中。 抗中不能保台,这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认知。 因此台湾各界的政治人物都必须对此加以关注。 一味地坚持台独路线,只会是与台湾主流民意对抗,只会害了台湾,只会让台海陷入更大的动荡不安。 而这一点恰恰是决定台湾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所在。 赖青的未来究竟如何选择,既影响决定了他本人的政治前途, 同时也会真正的影响台海局势的发展走向。 对此我们必须持续保持关注。